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赋与贵 为大多数人所追求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具备贵相 什么样的人具备负相呢 曾国藩说 人有四种福相一定要修成 咸丰八年 也就是一把五八年三月的一天 他在日记中记下这样四句话 端庄厚重是贵相 谦卑含荣是贵相 事有归拙是福相 心存祭物是福相 曾国藩一生约人无数 也用人无数 有统计说 当时清朝四分之一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提拔任用的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和四十多年的人生积累 曾氏认为具备以上品性的人 在社会上可以获得令人尊敬的地位 一个人 沉稳厚重 谦卑包容 有始有终 心存善良 才是真正的富贵之相 一 端庄厚重是贵相 老子说 众为清根 敬为造军 端庄厚重的人 举止不轻浮 做事沉稳 不浮躁 这样的人作为领导让人信赖 作为朋友让人放心 《青史稿》记载 曾国藩为人 微重少言 步履慢而沉重 说话少而沉稳 他在部下面前很有威严 沉稳的气质让人心生景仰 不自觉地尊敬他 曾国藩在家书中给儿子说 举止太轻是一大弊病 以后要实时留心 无论行作都要重 厚 外在的端庄是一个人内心的沉稳 正是因为这份沉稳 曾国藩才能 规避祸患 屡屡建功 1862年 乡军攻破安庆 天经唾手可得 天下都主张一鼓作气 曾国藩却一再坚持停一步稳一些 整顿兵马等待四方援军 他的地体曾国权不听将令 带兵直逼天经 曾国藩不断写信告诫他 清兵冒进风险太大 让他适可而止 曾国权却不管不顾 一心要拿头功 果不其然 太平军援军抵达 曾国权很快被围困在天经城下 陷入绝境 若不是曾国藩 清理支援 曾国权 多半要死在天经城下 曾国藩说 稳当从容可当大事 一个人做事稳重 不贪功冒进 才能最终成就一番大事 身成厚重 是人生第一等资质 一个人只有居治沉稳 遇事不慌 才能负重致远 担当大任 二 谦卑寒荣是贵相 曾国藩说 人生最大的敌人 一个是懒散 一个就是傲慢 傲慢的人 无知无理 不知天高地厚 不懂得尊敬别人 这样的人 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 迟早要吃大亏 保持谦逊 包容他人 才是善身之道 曾国藩草期 在长沙带兵 自视甚高 看不上共事的同僚 所以在做事的时候 态度傲慢 一点也不尊重别人 训练水师 他担心湖南巡抚 陆炳章会干涉他 于是提前写了一封信过去 告诉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好 别派人来瞎搅和 武昌告急 他向骆炳章求援 依然是一副大爷的嘴脸 唇齿厉害之间 不带智者而知也 告诉骆寻府 唇王齿寒 要尽快发兵 不要等别人来提醒你 傲慢的人 很难正视自己的问题 反而更喜欢挑剔别人 不会包容他人 骆炳章 回信批评他 刚愎自用 他反而抱怨骆炳章 为人刻薄 就连弟弟孙国华 也看不下去 说他没与人难堪 经常让人下不来台 长此以往 曾国藩慢慢得罪了 整个湖南官场 最后被咸丰帝罢免回家 痛定思痛 第二次出山的曾国藩 开始学会收敛 自己的傲气 一点点变得谦逊起来 他出山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写信给湖南各级官员 向他们讨校学习 路过长沙县衙 他甚至拜会了当时的 长沙县令 虚心学习为官之道 曾国藩开始一点一点 被湖南官场接纳 也慢慢被朝廷信任 这才有了曾国藩 后来平定叛乱 封侯败相 上善若水 一个人要像水一样 谦卑处下 包容万物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 接近大道 曾国藩说 君子大过人畜 只在虚心而已 太过傲慢 只能引来意识的喧嚣 唯有收敛傲气 懂得尊重和包容 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三 事有归着是福相 一个人能把一件事 有条不紊的完成 就是事有归着 一个人心态再好 内心再善良 如果做事不着调 那也很难赢得别人的青睐 肯做事 能做事 是一个人难得的贵相 古人说 行白理者 半九十 天下没有容易的事 绝大多数人 都倒在了终点之前 一个人要想成事 最重要的一点 是耐烦 曾国藩的弟子 黎树昌 在江苏做县令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难题 当地盗匪横行 民风彪悍 加上前几任县官 钱粮亏欠太多 黎树昌 用尽办法 也无能为力 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藩 想要尽快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 曾国藩劝他 手一耐字 久之 自履哼渠 遇到困难 耐苦 耐劳 事情慢慢 就会有转机的 果不其然 时间不长 江苏巡抚张之万 就出面解决了此事 而黎树昌 也因为耐苦耐劳 被朝廷看重 官越做越大 果人说 天下事 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 而可久可大者也 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 容易的事 也都很难长久 靠谱的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必然会有条不紊 把事情一件件 都落在实处 四 心存祭物是福相 心存祭物 就是不只想着自己 还要去想着其他的人 关心别人 关爱社会 孟子的爱人者 人恨爱之 这是成功的条件 没有人脉 不得人心 还想成事 老子的以其无私 故能成其私 这是成功的道理 懂得给予 才能获得 心存祭物是一种品格 这种品格叫成 曾国藩对成极为重视 将其提高到 雪成 酌成 谱成的境界 雪成是对事业 是对国家社会的 心存祭物 咸丰年间 湘军作战不利 曾国藩在江西 与台平军交战 大将 塔其部 偶雪而亡 他身边唯能够依靠的 只剩下罗泽南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依然把罗泽南 调给了湖北的 胡林义 胡林义靠着这只精锐 在湖北站稳脚跟 建功立业 曾国藩却越来越难 后来曾国藩 被罢 前锋帝 有意让胡林义 掌管乡军 胡林义执意不肯 他通过各方渠道 想封设法 让曾国藩起赴 他知道 曾国藩为他付出了多少 别人拉了他一把 他也要拉别人一把 正是因为 胡林义的坚持 曾国藩才有了 二次出山的机会 所以海内外的人 都愿意跟曾国藩共事 都愿意供他驱使 曾国藩有命令 只要一句话 人家马上去做 古人说 待人以善者 善意所趋 一个人愿意善良 对待别人 别人也愿意 以善良回报他 凡事有因果 万事有轮回 善意流传 终会回到自己身上 漫漫人生 每一份善良 都是为自己攒下的福气 格局有多大 天地就有多大 有多敬业 就有多专业 能够帮助到别人多少 获得的回报 就有多少 这就是心存记物的真谛 富相的内涵 了凡四讯讲 命自我利 福自己求 人一生的富贵 从来不是天定的 而是自己修来的 曾国藩所说 两种贵相和两种富相 不仅是他的经验和智慧 更是他一生的写照 有人说 最好的风水是人品 人品是最硬的底牌 最高的学位 曾国藩的话 则告诉我们 最好的能力是品质 品质是最硬的后台 最大的贵人 人生富贵需要自求 为人谦卑厚重 做事踏实善良 这样的人 上天必不会辜负 亲人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